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段这个轮贯的文 观法末后是越来越重要 这个观法修行最要紧的就是 转变我们的观念 所以叫观法 观法也就是转变观念的重要方法与原则 用什么方法来转变我们对宇宙人生的观念 看法 凡夫的观念都是错误的 为什么要转变呢 因为我们观念错了 见解错了 看法看错了 那么佛菩萨的观念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学佛啊 要依佛菩萨的观念 来转变我们的错误观念 佛菩萨的正确观念来转变我们的错误观念 这个就是修观了 修是修正 修正错误的观念 那么这个佛菩萨的观念是正确的 那这个正确的根据是什么 这个根据就是事实真相 就是根据事实的真相来说的 那不是自己去编的 自己想的 是根据事实真相说的 在经典上的佛学名词叫诸法实相 诸法就是一切法 实相就是事实真相 这个一切法 它的事实真相 如果呢 我们的观念与事实真相相应 这个观念是正确的 与事实真相相违背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 它理论的依据 对于佛菩萨的说法 就不会怀疑 它的事实真相 《法言经》上说 始法界一正庄严 我们换一句话说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这是包括禁 禁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 全部包含在里面 动物 植物 矿物 所有一切 精神 物质 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所以一切众生 就不仅仅是人类 众生这两个字 它的本意 是众缘合合而生起的现象 这个叫做众生 众生两个字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一切动物 植物 矿物 乃至于一切自然的现象 自然现象也是众缘合合而生的 换句话说 虚空法界没有一样东西 不是众缘合合合而生的 这个就叫众生了 所以众生 它是涵盖所有的 凡事因缘合合而生起的现象 都叫众生 那当然我们人类 也不例外 我们也是众缘合合而生的 那它怎么生的 佛告诉我们 它的真相是 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是从这里地方生的 在这一段文的前面 是法相为世家所讲的 一切法为心想生 在法相中 为事中所讲的 这个是事实真相 离开了心想 就没有一法一向 而能自见差别 那也换句话说 这个差别从哪里来呢 这是我们心想生的 这是说明 为心所现的一切像 那么现的这个像呢 是清静的 是平等的 是无障碍的 这是法言经所讲的 事是无碍 那事跟事 它是没有障碍 为什么呢 它为什么会没有障碍 我们凡夫啊 明明有障碍啊 我人就是走不过墙壁啊 走过去就碰壁啦 就障碍啦 怎么会没有障碍呢 这个事跟事怎么 无碍呢 佛菩萨为什么无碍呢 因为他没有分别心 他没有执着心 第六意识分别 第七是执着 这个问题是在 这里 所以 佛菩萨没有分别执着 那 他看外面的境界 就是清静平等 跟外面的境界 他就没有障碍 因为他没有分别执着 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细心去观察 你看啦 婴儿啊 三四个月的婴儿 五六个月的婴儿 我们讲 他还不懂事 什么叫不懂事 他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天真 我们一般讲 这个小孩子 天真浪漫 他没有分别执着 在这个时期当中 你给他糖 他喜欢吃 他拉的大便 他也喜欢吃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他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糖跟大便是一样的 是平等的 没有障碍 可是我们才有分别 才有执着 那就不一样了 你就晓得 障碍从哪里生的 障碍从念头上生的 这个念头是错误的 婴儿那个是正确的 我们说他错 怎么吃大便 不是他错 是我们错 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 这个法界是无障碍的 是无分别的 那是真的 真正相验 为什么 没有一样不称性 唯心所限 心就是真性 真如本性 真心 法法皆称性 所以我们常讲 法法皆第一 没有第二 这是佛知佛见 这是正知正见 我们的想法 错误了 我们的念头一起 就有是非 就有人我 就有邪正 就有善恶 就有利害 全是妄想 要晓得真心 自性 这些东西 通通没有 我们凡夫 起心动念 自己一定要晓得 是妄念 妄想 以真实的境界 完全相违背 佛法的修行 就是把这些 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看法 修正过来 真心是清静心 真心是平等心 真心起作用 是大慈大悲 慈悲是爱心 爱心里头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法法平等 这叫慈悲 这叫大爱 世间人说大爱 说慈悲 有名无死 口头上说说了 心里 没有 这不是真的 世间人讲 真善美 讲出这个口号 也是有名无死 也不是真的 那只是一个理想 这个哪里是真的 真是有 善也有 美也有 这个真的就是 真善美 都有 非常可惜 被这个 妄想 分别执着 破坏了 离开 妄想 分别执着 真善美慧 就现前了 那是本来 具足的 本来的 面目 本来的 真相 这次佛法 讲绝迷 讲观念 邪正 的 唯一标准 所以称佛 是佛知 佛见 称佛是 正知 正觉 是以这个 为依据 因此修行人 就不能 注重 修观 不能不重视 修观 修正我们 错误的 观念 想法 前面说了 两种 唯心 事观 跟真如实观 这个在佛法 修学里面 是两大科系 这两大科系 方法 虽然不一样 目的 完全相同 都是帮助我们 恢复 正知 正见 如果我们 正知 正见 恢复了 那就不是凡夫 凡夫 为什么叫凡夫呢 知见 错误 就是凡夫 他想错了 看错了 说错了 那就是凡夫了 所以凡夫的知见 是错误的 不正确 正知 正见 恢复了 那就是佛菩萨了 就不是凡夫了 前面讲到 成就 心急三灭 再进一步入 一行三灭 一行也叫 一向三灭 上一次详细介绍过 念佛真正能得往生 心急三灭 就是我们 常讲的 功夫成天 就是心急三灭 一行三灭 就是净土中 讲的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纵然我们做不到 可是心地清静 要做到 心急三灭 说的是什么 真正把自私自利 记得念头放下 把是非人我 放下 把贪嗔 吃慢放下 那就是心急三灭 这个人念佛 发愿求生 净土 决定得神 这一桩事情 也是我们 每一个人 都能做得到 所以叫 万修万人气 就是说 每一个人 都能做得到 具体落实在生活上 前面跟诸位报告 介绍了 那么天台大师讲的 五庭新观 那这个对我们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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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讲 那是很需要的 这个五庭新观 是原教五品 这个大家都能做得到 除非你不肯干 你不想这么修 不想改变自己 错误的观念 那当然 这个做不到 你只要肯做 人人都能做得到 如果你要肯干 人人做到 往生 凡胜同居土 这个是决定有份 万修万人气 是真的 只要肯去 都能去 你能够把 自私自利 是非人我 贪爱 五一六成 你能够放下 那这个功夫就成就了 我们现在功夫 不能成就呢 就是这些东西在障碍 这些放下了 障碍没有了 功夫自然成就了 成就功夫成片 也就是此地讲的 心急三灭 过去家师 敬老 给大家 讲过 我们把这个东西 归纳为两桩事情 就是把这个 障碍 我们一般讲 业障 归纳为 两桩事情 一个是爱欲 一个是嗜欲 嗜欲是嗜好 嗜欲要放下 喜欢这个 喜欢那个 都是麻烦 那都是烦恼的根 所以佛给我们事件 没有爱好 没有嗜欲 佛吃东西脱钵 人家给什么 吃什么都好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事与没有人 所以这个脱钵 这个制度 是佛规定出家 弟子 要实行脱钵 不能自己 是自己开佛 自己主 自己开佛 自己主 我们总是会想 买一些我喜欢吃的 不喜欢吃的 也不会去买 总是会动这些念头 那这个就有嗜欲 嗜好 根据自己的嗜好 产生的欲望 所以用脱钵制度 我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 好的也要吃 不好也要吃 所以这个事业没有 爱意断了 这个就是心疾三昧 心疾就是心地清净 三昧是正受 永远保持 清净心 这叫做心疾三昧 疾是疾灭了 没有这些 妄念 欲望 心就疾了 这个贪嗔痴 就不会起来 五庭心观 五品的修学 能入这个境界 就五庭心观 能够入这个境界 我们不用方法 来对峙自己的烦恼 我们烦恼 怎么能够断得掉 佛法里面 讲断烦恼的方法 非常多 八万四千法 华言经上讲两千个法门 两千种方法 我们自己可以选择 如果不会选择呢 天台智者大师 给我们选择是一个 好榜样 一个很好的示范 提供给我们 做参考 根据他这个选择 我们来修 公乎就会得利 有这个基础 有了这个 前面讲的这个基础 今天这个文说了 谁所修学诸禅三昧之夜 诸禅三昧之夜 怎么讲法 如果换句话说 大家就容易理解 就是一切法门 无量法门 无量无边的法门 修的是什么 都是修禅 佛法总归纳 归纳到最根本的原则 只有戒定会 定就是禅定 会不需要修 会不需要修 枢纳在定 戒律 持戒是方便法 是修定的前方便 不是目的 它是方便 因戒得定 它是帮助我们得定的 所以戒 它是方便 是手段 那么得定 定还不是目的 目的是 开智慧 开启自性 波罗智慧 因定 开慧 所以禅定 是开智慧 的手段 持戒 是得定 的手段 戒律 在佛法 教学里面 是手段 之手段 手段 当中的手段 我们讲 最初方便 像天台大师 讲的五庭心观 五品修学 都是属于手段之手段 都是属于戒学 这个戒律 属于戒学的范围 因戒得定 得心及三昧 心及三昧 这是定 心定下来了 那么前面 这个五庭心 它是属于戒学 帮助我们得定的 定其作用 就是智慧 清静心观察 一切都是智慧 智慧呢 不要写的 智慧是自己 本来就记住的 所以智慧是 自性里头 本来记住的 不是外面写来的 只要你心地清静 那智慧就开了 我们一般讲 开悟 你一分清静心 开一分智慧 两分清静心 你就开两分智慧 十分清静心 开十分智慧 所以定的功夫 有浅身不同 那么它起作用 智慧大小 有差别 就这个道理 心不清静 只有烦恼 只有妄想 决定 没有智慧 学佛出位 抓到总纲领 总纲领 就是戒定慧 你才会有成就 你抓不住纲领 那就是盲羞瞎恋 会的时间长 会的功夫多 得的效果少 许许多多人 甚至于误会 把福报当作功德 福报跟功德 是两桩事情 这个诸位要晓得 六祖慧能大师 在谈经里面讲 这桩事情 福不能救 这福报 不能救 这桩事情是什么 生死大事 生死这个大事 那不是人天福报 能够救的 人天福报 只能享受 人天的这个福报 不能了生死 不能了生死 托轮回 这个是大事 福报 他不能救 修再大的福报 你到 人天里面去享福 不能了生死 不能托轮回 再大的福报 也不能了生死 脱离六道轮回 那么了生死 脱轮回 什么能救 功德能救 功德跟福德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福德着相 修福德不着相 那福德就是变功德了 功能是不着相 外不着相 内不动性 那个是功德 所以 事还是一样 事上没有差别 你不是一块 我也不是一块 他也不是一块钱 这个一样 但是心不一样 有的人 着相 布施 他就变人天虎报 有的人他不着相 布施 他就超越六道轮回 所以事上没有差别 用心不一样 结果就不相同 着相 还得要以金刚经做标准 金刚经上讲四相 佛说得很明白 若菩萨由我相 都是福德 给诸位说呢 讲经说法都是福德 着相 来生得福报 有的金生他就得福了 讲经说法来生得什么呢 法布施得聪明智慧 财布施得财富 无畏不施得健康长寿 生生世世修这些福德 着相修行 世相没有理 那世相没有理 你这个 修财布施 法布施 无畏布施 那么来生 享受人天 大福报 像乾隆皇帝 他享受这个 人间福报 很大的 人间福报 这三种福 他过去生都有修 财布施 法布施 无畏布施 有智慧又有福报 又健康长寿 所以他福从哪里来 前世大概是做法师 这么修的 可是啊 没有办法处理三界 还是要搞生死轮回 辛辛苦苦修的 一生就想完了 过去世啊 生生世世修福 那这一生 果报现前了 一生享受 福报就想完了 乾隆啊 做了六十年房地 做四年的太上房 那这个时间很长啦 这个中国自古以来啊 做这么长房地的 那也不多了 只有他爷爷 做了康熙六十一年 他不敢超过他爷爷 所以他做了六十年啊 就退位了 给嘉庆来接了 那么退下来呢 就是太上房了 还做了四年的太上房 那说实在话呢 这个时间也是很快 一坛子就过去了 我们要警觉到 如果能够离一切项 那个福报就大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去做佛 做菩萨 不但六道超越了 始法界也超越了 得到真正的 卸托 我们要明了这个道理 要深深体会到 这些事实真相 离一切项 即一切法 怎么理法 起心动念 为众生去想 不要去想自己 这个念头就转过来了 我们凡乎念头不能断 总有念头起来 这里做一个转变 过去起心动念想自己 现在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 但是还要记住 以往起心动念想自己是造恶业 现在念头转变 念念都想一切众生是善业 这个是善业 如果着相 还是福德 就转恶为善 但是着相 那这个还是属于福德 那就是你已经转了 转恶为善 你从三恶道 转变成三善道 依旧没有处理轮回 所以断恶修缮 要不着相 这才能了生死出三戒 不着相是什么 绝对不放在心上 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任何人 做任何的利益社会众生的事 不要放在心上 不落痕迹 这就是不着相 不要放在心上 我今天做了多少好事了 我不失了多少钱了 念念不忘 这着相了 那么就这个不着相 就是做而无作 无作而做 这个佛门常讲的 主师大德 常常开示 这个好事要不要做 要做 那做了呢 不放在心上 就是无作 所以做而无作 无作而做 天天做 做了之后 心里头痕迹都不足 这是功德 这是诸佛菩萨之所行 我们应当要学习 所以一定是两种观到成就了 这就是前面讲的 奢摩他跟皮婆舍那 就是天台家讲的指观 指 指是所有一切妄想 分别执着止住了 不再有了 停止了 观呢是对于四诸世间 一切法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观是会 指是定 两种观到 就是定会等学 定会均等 决定信节 诸佛菩萨跟凡夫 差别的地方 就在此地 我们学佛 学菩萨 佛菩萨给我们做出 最好的榜样 理上要学 事上也要学 我们是凡夫 如果事上不学 只在理上学 没有用 那个理是空洞的 为什么 境界线前 你做不了主 你还会起心动念 你还会造作罪业 事上也要学 佛 菩萨 祖师大德 教导我们 过最低水平的物质生活 在世上学 才能够真正将我们 自私自利 贪嗔吃慢的烦恼 扶住 我们今天为什么扶不住呢 离都知道 经念得很多 讲得头头是道 可是财色明十岁遇到 还是起贪心 还是把握不住 原因在哪里 我们总是想 把我们的生活水平 天天向上提升 你有这个念头 你的自私 念头不能断 你的贪嗔吃慢 天天还在增长 没有扶住 所以无论用什么功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功夫不得利 功夫得利的人 你只要细心去观察 看得出来 他的容貌 你仔细观察 态度诚恳 容貌清静 赤赤然然流露出 清静慈悲的想 不是装出来的 自然流露 如果我们自己心地清静 越能看得出来 到自己心地 真正有几分清静了 读佛经 想释迦摩尼佛的行仪 主持大德一生的修学 你就能看出来了 就能体会到 我们今天看不出来 体会不到 是自己的心太粗 妄念太多 所以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也不适合 看不出来 佛菩萨主持大德 身佛行持 种种视线 那是宝 为什么我们称作 身宝 宝的讲法 不是一出家 穿上这个衣服 就叫做宝 我们看到 许许多多出家人 死的时候 现象非常不好 远远不如一个在家人 他怎么能算宝 所以看佛菩萨的视线 所以看佛菩萨的视线 主持大德完全效法佛菩萨 那是宝 是看这个 就不是世间人 看不到我们就不必了 马虎一点 世间人觉察到了 我们在装模作样 这样心就不成了 就是虚伪的 不是真实的 诸佛菩萨视线 不论世间人 见到见不到 也不必让世间人 晓得不晓得 一味真诚的去视线 为一切众生视线 众生这一身不能觉悟 来生 来生不能觉悟 还有佛生 佛菩萨绝对没有起心动念 这才叫宝 佛菩萨不攀岩 如果起心动念就不是宝 那就变成了砖头瓦力 不是宝 修学诸禅三昧 他不叫一切法门 一切法门是从向上说的 诸禅三昧是从功夫上来讲的 无论他依哪个法门修学 他都得清净心 他都得平等智 这叫诸禅三昧 所以诸禅三昧是从功夫上讲 一切法门是从教学上讲 教学有成就 那就是诸禅三昧 那是成绩了 成绩就是诸禅三昧 佛家讲教化 这两个字意思 教教导 教导 后来有成绩表现 成绩是变化气质 他变化了 禅三昧就是变化 禅三昧的对面就是善乱 就是不正常 三昧是正常 禅是定 禅的对面是散乱 舍离一切妄想 贪嗔吃慢 这种不正常的享受 恢复到正常的享受 定会是正常的享受 业也是在学习 学习有了成绩才叫业 正在造作的时候叫事 事造作有了结果 那就叫业 所以我们一般讲事业事业 诸禅三昧 就是一切法门的成就 下面这一句 无所要酌 这个要是爱好 酌是执着 爱好执着 这无就是没有 这个 人家随所修学 诸禅三昧之业 没有起一点贪爱之心 没有起一点执着的念头 就是不会停留在这个 诸禅三昧这个当中 不会贪酌在这个上面 所以清静心不断的向上提升 越来越静静 没有退转 诸位要晓得 在境界里面退转的人很多 自己得一点清安 得到一点法喜 那自己就自以为不得了了 功夫很好 我的功夫成就 看看别人都不如我 这个念头一升起来就退转了 为什么呢 贪酌 妄想分别执着 又升起来了 所以我们看经典 佛在经上给我们讲 世间的四禅八定 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 就是懒酌在定中的境界 他这个世间的五一六成 他不贪 贪酌禅定 贪酌那个三昧 贪懒那个三昧 就是懒酌在定中的境界 定中境界很快乐 那我们这个世间的五一六成 这个乐啊 不能跟这个 定当中那个三昧之乐啊 无法去相比的 定中的境界是禅夜法喜 世间什么样的快乐 都不能跟他相比 这种境界现前 你要一探索那就就完了 将来 往生到哪里呢 往生到四禅天去 到四空天去 所以一定要晓得 喜怒哀乐 爱物欲 我们中国人讲七情 这个东西是轮回的根本 四禅八定好不容易修德 要得到四禅八定不容易啊 对于禅定里面的喜悦 还起分别执着 那执着他就停在那个地方了 他不能提升了 揽着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世间禅定啊 不能脱离六道轮回 就是这个原因啊 如果这个禅定当中的境界 你真正能做到无所要着 不要贪着在那个上面 再提升 那这样这个禅定功夫啊 他不断的提升 到最后到九次地点 阿罗汉那个点 他就超越六道了 不会落在四禅八定 这个当中 那么 超越了 那个就是阿罗汉所证得的九次地点 他没有喜欢的心 这种念头 所以他能超越 如果喜欢那个禅定 就懒着我在那个上面了 不能超越了 那么家师敬劳啊 早年学教的时候啊 总以为一定要到阿罗汉 到九次地点 才能够无所要着 总以为是这样的 就是说超越了 到九次地点 那就不会揽着这个 世间的四禅八定了 总以为是这样 以后念金刚经才明白 这个 不必到阿罗汉国 这个 出国虚头环 已经没有要着了 出国虚头环 他就不着这个四项了 出国还没有超越六道 人天七次往返 人间天上七次往返 他就证阿罗汉 那证得出国啊 虽然还没有超越六道 但是他就是诸禅三灭 他就没有要着了 那么这个 是有道理 虚头环得的境界 如果他还有留恋 还有贪恋 他怎么能证恶果 就像我们爬楼梯一样 我们对第一层喜欢 就不会上第二层 第一层能舍得掉 他才能到第二层 第二层不贪爱 才能到第三层 一有贪拙之心 那顶多你就留在那个境界里面 也不能提升了 不能再往上面去了 我们以这个道理 你就能够推想到 四禅八定为什么出不了轮回 他在那个境界里面 那个境界是大乐 是大快乐 我们这个 人间 一界天以下的这个乐 没有他们那种快乐 我们想象不到了 那么他修到那个境界 他懒着在那个境界里面 他不肯舍弃 所以就质疑这个境界 那真正修行人聪明 知道这个境界是虚幻不死的 那也不执着 自信清静心里面 没有这些东西 其情无意 通通没有 他懂这个道理 境界现前 他无动于心 所以他的境界 不断向上提升 从出国西头环 四项 不能说他完全没有了 但是很淡薄了 这是可以肯定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非常淡薄 实际上他们是 没有这四项了 那可能还有这个习气 这个拙向的烦恼没有了 所以西头环 他才能够不断在往上面去 石头环 阿那环 阿罗汉 他逐渐能证得 如果有所贪酌 我证得西头环 那顶多就在西头环 出国就不能再提升了 死在那个位赤上 再也不会提升了 滞留在那个位赤 所以金刚星上讲 破事项破事件 对于一个真正修行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理念 而且一定要做 我相就是破除自私之地 不再有自私之地这个念头 我们现在看到全球人类 各个都是自私之地 我相没有了 自私之地放下了 为天下 为世界的 一切众生 不再为自己了 不再看到别人的 这些事实回徽 人相也就没有了 看不到人家的过失了 我人之外 所有一切依正庄严 都属于众生相 知道法法平等 唯心所现 唯师所变 原生信空 梦幻泡影 这是众生相破了 幕后受指向 受指向是时间的观念 时间观念也不存在 也不要去分别过去 现在未来 有过去 现在未来都是受指向 时间 有没有 时间没有 在白法明文里面 跟我们讲 时分就是受指向 我们现在讲时间的观念 方分是讲空间 这个是东西南北 视为上下 而且叫时方 这是空间 空间跟时间 在白法属于什么 排列在不相应 刑法里面 什么叫不相应刑法 用现在的话来说 只是抽象的概念 决定没有事实 所以要晓得心法 心所法 设法 都是依他 其性 好像还有那么一点 痕迹 众言合合 而升级的 24个不相应 法 不是心法 也不是心所法 也不是设法 都不是 所以是我们人 一个抽象的观念 抽象的概念 就时间空间 人是设定的 事实上 他没有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世上好像有这个概念 在理上 在事实上 完全没有 事上只是个抽象的概念 决定不是具体事实 实在上讲 连事都找不到 你能够把这个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 放下了 不再分别执着 受执象就没有了 我们今天 虽然不能完全放下 一定要明理 要多念 天天念这四句话 把这个念头 淡下去 这就好 一年比一年 看得淡 一月比一月 看得淡 我们修行功夫 就会得利 无论修学 哪个法门 功夫都会得利 就是要看淡 无所要佐 这个要是爱好了 没有爱好 没有执着 这个重要 无论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家师敬老 常常说 把对人事物 控制的念头 要舍弃 想控制人 控制事 控制物 有这个控制的心理 这个念头不好 这个念头 你要佐 占有的念头 就更坏了 你控制的意念 它是迷惑 占有是造业 要占有一切人事物 是造业 迷惑 造业 后面苦暴 就来了 我们最重的病 就是这个 要从最重的下手 对治 所以不着相 不懒着 这句话很要紧 乃至便修一切 菩 乃至便修一切善根 菩提分法 一切善根 就是世诸世间 一切善法 世间一切善法 从哪里生的 无贪 无称 无吃 无贪 无称 无吃 行一切善法 是真善 埋藏 贪嗔吃 修一切善法 我们为什么做好事 因为有好果报 这是为贪心去做好事 我们在佛门里面修善 修布施 为什么 听说 佛门里面 死亦得万报 那这个生意到哪里做 世间一本万利的生意少 佛门有一本万利的生意 赶快去布施 做好事 这是贪心在修复 用这个贪心在修复 他能不能得福报呢 能得福报 这个福德 你有修决定是可以得到 但功德没有 他贪心在修复 也能得福报 还有称慧心在修复的 怎么样叫称慧心修复呢 他看到别人不是一万 我要不是两万 我要胜过他 我要比他强 把他压下去 好胜心 好斗 好胜 那么这个是称慧 基督心在修复 那将来变成 阿修罗 变成魔王 罗刹 所以魔王 罗刹 修罗 福报都很大 几乎跟天王的福报差不多 为什么 天王是善心修成的 罗刹 阿修罗 像二次大战的希特勒 莫所理你那些人 他们就是贪嗔痴 修得福 修得很大 这些人 现在我们这个世间 我们一看就晓得 夜阴果报 清清楚楚 把佛所讲的话 完全对性 我们 怎么能不相信 我们深信不疑 过去 过去康熙 乾隆 皇帝 那种福德 他们是善心修成的 善心所修的 要晓得善恶 他都可以修复 那么还有一次修复的 这个 我们今天 这一堂课时间到了 那我们先学习到这里 那这一段还没有讲完 我们下一次 再继续来学习 祝大家福慧增长 伐喜充满 阿灭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